中研院訪問學人 隨後接受中山大學教職的沈旭輝 習慣用新香港舊香港 來區分國安法是事後的差異 決定和妻女定居台灣 沈旭輝認為 台灣的文化氛圍相近 加上網路時代打破地獄疆界 香港人想維繫身份認同 更有可能長存 根據台灣移民署的最新統計 2021年港人來臺拘留定居總數 為12858人再創新高 新唐人記者梁珍、張鵬香港報導 還沒看過 警察伍 小飛來 千鵬香港 保団 信任 早上 迷人 永遠 馬像